后面的八 愿度 此愿有三种 什么愿呢 我们看底下 第一个求普提 这是真愿 为自求佛果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只有这么一个愿望 不想升官 不想发财 对世间法 一看 没有这个意愿 只有一个意愿 想臣服 什么叫臣服 这个要知道 佛是智慧 佛是觉悟 就是要把自性里面的智慧觉悟找回来 这叫臣服 怎么叫找回来 因为自性的智慧 觉悟是本有的 所以叫找回来 现在怎么样 现在迷了 迷失了自性 变成众生 变成六道里面的众生 什么回事 六道众生真正觉悟了 他就称佛了 就叫做佛 佛跟众生是一 不是二 众生在迷惑状态之下 佛呢 在觉悟状态之下 如是而言 佛说的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得相 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句句话都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我们要不要 把我们的智慧觉悟找回来 要啊 为什么 不找回来太苦了 我们都感觉的 做人好苦啊 那再仔细看看的时候 六道哪一道都不自在 都不圆满 天人的佛报很大 也有生老病死 也有求不得愿争惠 拜别礼 通都有啊 逃离天主 还有冤家对头 阿修罗 罗差 常常找麻烦 还引起战争 所以佛说的好啊 佛业生 只有一段事情 帮助一切众生 破灭开悟 那我们要想帮助众生 破灭开悟 首先自己 破灭开悟 我们跟佛菩萨学习 自己的谜 确实破了 物睁开了 我们可以跟佛菩萨一样 去教化众生 帮助众生 破灭开悟 所以头一个 要自求佛国 自己没有觉悟 不能觉到 自己要想真正觉悟 不能不放下 佛告诉我们 你为什么没听 就是你一个念头错了 把身当做自己 你的根源在此地 这是阿赖耶的三西相 从阿赖耶的 迷了之后 就出现了一个摩纳师 摩纳师就是自己 这就开始迷了 一迷到底 摩纳师是什么 摩纳师是自己的情质 他的性质 生活贱 坚固执着 有个物 里面居足疗 摩纳师 用我爱 我吃 我慢 我慢 就是真悔 我爱 就是贪爱 所以经常告诉我们 四大烦恼 长相随 从哪里起来的 从我开始迷的时候就有 这个烦恼叫 居生烦恼 烦恼的本质是什么 烦恼本质是智慧 这一迷了 智慧变成烦恼 这要晓得烦恼是什么东西 它不迷就是智慧 不迷 这十十时候 那就是大慈大悲 就是这 讲的六度十度 就这些东西 佛很不容易 早年也是迷惑颠倒 踏修正 正大了 成功了 还原了 现在帮助我们这些 迷惑颠倒的人 也能够还原 这是佛陀的教训 这叫佛陀教育 所以第二个 利药踏运 为救度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很不幸 跟我一样 都迷了 我现在觉悟了 我要不要去帮助他 要 为什么 他跟我是一体 神奇人 同体大悲 无云大刺 无云是无条件的 慈 是娱乐 是爱 悲 也是爱 悲 是怜悯 他跟我同体 所以 我尽心尽力 为他服务 没有条件 是为自己 不是为别人 我们同一个自信 利药有钱 救度众生 是从这里生起来的 真是智慧 真是智慧 第三个 这个愿呢 外 外化愿 外是生外 化是教化 有钱众生 一起自利利他之愿 自利利他要怎样落实 要教化 要教化 众生 这是我们中国老祖宗都懂的 老祖宗教导 教导 教学 想长 你要想成就你自己的心智慧 你要教人 教人 就能提升自己 不肯教人 你永远没法子提升 所以 二臣就没办法了 甚至 菩萨有时候 呵斥二臣 说他们是外道 心外求法 如果真是 执着 在小真经节上 不能回小乡大 否则喝止他们 他们错了 要懂得回头 你学的那一点 是没错 不圆满 只是脱离六道轮回 没有脱离十八戒 你没有见性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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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